在議員檢警銜代表副議長潘玉泉 要為洪又廷同學頒發獎牌的今日 一早洪同學家中來了很多地方人士 要為他一起來祝賀 副議長潘玉泉以柯南投資光的獎牌 肯定了洪又廷同學的奧倫成績 從我們年到晚的 在台前到 在世界大學運動會來爭光 非常不簡單 特別恭喜他 所以說今天有這個情節 理療公義 他本身的努力 本身的認真意外 相信家人的鼓勵 還有教練精心 改才會了 這是真的 所以我就讓他 斬肉頭角 這個非常的不簡單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長官 來為我頒獎 然後聽到很多期許 然後我以後會更加努力 然後希望有得到更好的成績這樣 今天在洪同學家中 大家閒話家常 氣氛非常溫馨 而本縣提議會也宣布 正準備爭取洪又廷同學 成為國內103年度最佳的運動員 而對於洪又廷同學來說 既是一件驚喜的禮物 以及一大的榮譽 我們也為他提出了 南投縣的體育獎助金 第二呢 我們提報他103年 南投縣的傑出運動員 而且我再簽請 我們理事長同意 請縣長派時間來接見 江湖提報為優秀運動員 然後為了不枉費這個名聲 我以後會更加努力 非常高興 議員檢景弦除轉達副議長 潘映潛的關心 並以諾議會一定會爭取更多的資源 協助縣內各個優秀的體育選手 也美麗洪又廷同學 未來能夠在奧運會上 也能得到一樣的好成績 也希望說你這一次的成績 我們縣裡面可以整個體育 可以再提升 在那後先來 在那後 在那裡說 班將以外 我也挑剔 會代表我們盤理事長 還有整個團隊 新的團隊 一定會來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來協助 讓你沒有後顧之憂 然後認真 我說一定的 我們在奧運 就金牌 這個是更厲害的 文宥廷同學 雖然個性很害羞 但打起錢來 主展現專業認證的態度 他也表示 今期將會參加國際性的公開賽 希望在最佳的狀態下 再會本縣及國家得到最好的成績 明星網 我們環宇懷草屯採訪報導 我們下了 下了 Across